今天月組聯賽是第三週 東方沙龍這場球在桃江川頭公園 對著屯門足球會 由於頭兩場球不能逆球 這場球就變陣了東方沙龍 賽前黃鎮宇說對這場球很有信心 我相信踢球一定有壓力 看你自己怎樣去調節自己的壓力 其實這場球我相信對手沒有上兩場是這麼好的 但我想都要盡全力去踢 我相信來的結果應該不會太差 雖然黃鎮宇信心十足 不過這場球先任後備 23號楊熙智這場球正選上陣 這場球是主角來的 大家留意片段就知道了 對手屯門足球會 也是一個外援球員 就是20號的加高里 這球是大大份 不過有一點慢 看到開球的時候 東方沙龍控制大局 第一個攻勢是來自東方沙龍 有一個劉鶴臨 轉邊 徐家路 坐小蛇推入禁區 弄在中間 搞定 1比0 時間只有19分鐘 入球是23號的楊熙智 其實這個球組織也不錯 這個球組織也不錯 看一看慢鏡 轉邊過往右手邊 徐家樂控下來 控得不錯 大步推 推入禁區 刺拳 飛船 矢射 飛船 射在中間 這些是陰死龍門 沒有問題 1比0 時間是19分鐘 看到對手的龍門 22號的梁詠豪 沒有辦法 這麼快就輸一球 就是東方殺人攻勢 這個球 哇 這樣太強勁了嗎 有沒有搞錯 李嘉華拿著球 斬到中間 哇 斬還是射 這個球 真不知道斬還是射 這個球 李嘉華就是和哥 李彥毓公子 小小水水可以嗎 看見和哥也覺得 哎呀 就是這個球 要射還是加 依然就是東方殺人攻勢 宜學問拿著球 怎麼做 托定線 放在後面 李彥毓公子 轉身 見到 走位是否有人見到 斬在中間 楊喜智一控 搞定了 你沒辦法 我沒辦法 我這麼近射 時間是25分鐘 楊喜智就沒開二度了 這麼快 東方殺人攻勢到2比0 看看慢鏡 李彥毓公子轉身 見到楊喜智走位 斬了角頭球 身為一控 左腳射 遞個彈地球 2比0 楊喜智這球 真是光芒四射 見到屯門足球會的教練 都沒辦法 這麼快就輸了兩天 日子方殺人攻勢 先擴定 不夾這球 咦 這樣轉身 可以不夾對嗎 單刀沒有刺眼 楊喜智 3比0 時間是33分鐘 這個球隊最大功勢的 應該是15號的 王俊軒 他斬了角頭球 其實很漂亮 大家看看慢鏡 角頭球盒得很好 出現 只跳高深圳 支撐下來 這些情況單刀 如無影響已經進入了 以他們的技術 出現場地球 3比0 時間是33分鐘 結果 董方殺人 上半場以3比0 搖搖映 如無影響 這場地球 都實行沒有撕牙 梁志榮 他斬中間 越學問 貼下來 走位 楊喜智 又是給他 沒有問題 4比0 時間是7分鐘 這場地球 屯門足球會 後面好像是不涉嫌 差不多 二人 楊喜智 四球 進入了四球 看看慢鏡 這個球部越位 楊喜智 可以看到沒有越位 後面衝上來 進入了禁區 輕輕鬆鬆 4比0 下半場 都放棄球員 調動 由謝朗軒 踢了王子豪 剛剛控球的 就是謝朗軒 左手 BB 楊喜智 兩下降格 斬到中間 有了 這樣頂邪 浪費了 頂球是十九號的許家樂 這個球已經空了 對著一個空門 不過可惜的 對著一個出界 那出界 可以贏到五球了 可以 見到屯門足球會的教練 沒有辦法 輸入4比0 沒得追 這些球 許家樂 交給劉浩林 轉邊 十號的謝朗軒 中間的大位 射個軟柱 搞定 貼著柱 外援球 死角 沒得救 梁永豪這場球 射到五球 其實都沒有關係 因為五球的球 都是沒得救 看看屯門足球會 有機會破蛋 這樣也被他取回球 交給8號的梁永豪 加個直線 這樣被他射入 這個球 入球加高利 時間八十五分鐘 這個外援球 這場球其實都很勤力 不過可惜 支援不夠 隊友 看看慢鏡 這個直線 左鏡一空 右腳一彈 追回球 1比5 可能對於中途演場 這場球就沒得救 這場球 這樣被人翻球 他自己覺得 這場球也不是 最終 東方沙龍 要5比1的八 團足球會 全取差分 打去今屆是勝利之門 而賽後的教練 羅計劃就說 很滿意 今天比數 和踢下去的內容 今天表現得很好 那場班球員的拼搏精神 或者合作 比頭的兩場好 至於今場球 我入四球的贏 很滿意自己表現 不過最重要的是 球隊可以全球三分 今天入四球球 當然是開心 其實上兩場球的對手 就強了一點 始終他一向打開月組 今場球 他們跟我們一齊秉組 升上來的 可能他的狀態 就比我們弱了一點 自己可能好過他少少經驗 就把握到幾個機會 入了幾球球 就高興了 還有我們現在這個情況 因為前兩場都失了分 今天贏了球 對我們日後再打下去的士氣 會更加強一點 謝謝